受外围股市上升的刺激,港股昨日再下一成,为连续第二日上扬,行指最高报27741,升397点,不过高处有明显回吐,行指最低回至27420,仅升76点,收市报27515,升170点,两日连升,进涨362点,成交又吹平淡,昨日仅1546亿 较上周五减少321亿元,大市走势反复,个别发展成主调,虽然内地人民银行宣布本周稍后降准,但反应只是一般,受惠的内银股,内险股也多半偏远,做好的板块是汽车,餐饮,软件股,比亚迪,吉利,金峰里叶,中芯国际,海底撈,华润啤酒等都有出色表现, 传统经济股中,本地地产股稳中大肖,港交所在金融股中一支独秀,虽旅有反复,但向上姿势不变,收市报503元,升2.65%,腾讯收市跌4元,在上升市中成为下跌股, 过去不多见,似乎腾讯的强势正在减弱中,阿里巴巴跌至195元止步,但2000元却由支持变阻力,收市197元4角, 只升1元9角,升幅低于1%,教令人吃惊的事有邦不升反跌,收94元1角,跌4角半,最低层建93元1角半, 汇控管理曾正大纽6任设法转规为形,计关闭美国零售银行业务和以1欧元代价出售法国银行业务之后, 由精简高层管理架构,以缩减人手,看来,再连续动带手术后, 汇控未来的成绩表应该可以符合不失礼之标准。 审视近期的一个浪,始于6月25日恒指高建29305,中段高点, 然后反复回落,连跌8日低建27110,中段低位,由于亿日初段环要下跌, 故低位所报26861英语传记,换言之, 这个浪由29305直插至26861,共跌2444点, 然后回升两日,昨日最高为27741,即反弹了880点, 有人将27800至28000是作首个阻力区, 我认为这样的划分并无不妥,要回升28000关之上并企稳, 方可再次延绕,否则,大使变会持续反复波动。 视资金入使和退使的比对如何,再定行指。